传统的日本滑雪村庄 保留了日本传统温泉村的风格 我喜欢白色的世界 更喜欢滑雪自由自在的感觉 日本产业县野泽温泉村 出发 现在呢要去雪场了 这里呢就是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旅馆 感觉是类似台湾的酒粪的感觉 请保佑 谢谢昌泽神社保佑我们大家 滑雪 安顺利 Yay 也就是这个雪场的优点呢 你可以把你的雪具可以记在这里的店家 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 一天200元日币 我觉得非常划算 这样子就不用你每天砍着你的雪去跑来跑去 阿达教练 传说中的很厉害的滑雪教练 我保持这个洞 你们在这边 我保持这个洞 我保持这个洞 我很久不見了 耶 看去囉 超美的 今天天氣超好 其实呢因为今天是3月3号 其实这次的雪季也维生了 所以呢其实有一点点担心怕没有雪 那我们非常的幸运 因为昨天一整天下了很大的雪 所以呢今天的雪况非常好 看这里风景多美 那这家很可爱 那它里面呢也有卖一些大人的饮料 是有House Wine 那这个对面呢 也是一家咖啡厅 很可爱 还可以吃冰淇淋 我们去看看前面 有一家可爱的咖啡厅 那那个Gigi啊Stanley啊 我朋友都在那边喝咖啡 我们去看看 他们还在不在 这里呢咖啡厅前面还可以泡脚 好 哎哟 千年爱上吗 是 你这么丑啊 怎么这么丑啊 在这儿 是姐姐吗 太开心了 噢 泡河泡條好舒服 這裡呢 裡面也有賣咖啡拿鐵 還有白酒葡萄酒還有烤酒 然後裡面的音樂的氣氛氛圍都蠻舒服 很輕鬆的 外面呢就可以這樣 看著風情 看著日本的很傳統的這種建築 然後可以泡湯 這種露天的泡湯 很舒服 這邊就是男生的 然後這邊是女生的 然後你就進去就可以泡湯 那每一間泡湯的圈子不一樣 有一些是美容湯 有一些是對受傷啊 傷口啊 就泡完之後 會有幫助 所以呢 來到這裡的話 你也可以找適合自己的 泡湯圈 它是雪場的公園 公園的那個一箱 拿出來 這樣子放著 然後變成一個咖啡店 很可愛 這裡的樓上呢 會有一個超級可愛的 然後也有賣賣 然後也有賣一些小東西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所以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看它 這個是溫泉蛋 有溫泉蛋 有溫泉蛋跟聖蛋 然後呢 因為這邊的那個泡溫泉 有95度 所以呢 就是直接用這裡的溫泉去煮 煮成那個溫泉蛋 這樣 然後玉米 還有你看 因為這裡的天氣真的是有夠冷 所以不需要冰箱了 好可愛唷 是不是很懷念 ラムネ 還有可樂 很可愛 那這裡呢 就會賣一些這裡的名產 那我待會呢 就買一些東西 寄回去沖縄沖省的家人 這個叫做薩薩蛋糕 就是薩薩 就是這個外面的葉子的名字 然後蛋糕就是糰子嘛 裡面要包麻糬 那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耶 這個是還沒有炭的 然後這邊有溫泉蛋 然後這邊有 燙玉米 它上面寫 超甜好吃的玉米 はい 嗯 よし 哇哦 這個就是溫泉 溫泉的水 哦 這是温泉的水嗎 對 對 對 這個就是溫泉 溫泉的水 我買了這個玉米 你看 超大的 聽說它超級超級好吃 我來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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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餅 好餅 よ 好餅 一粒 謝謝 這是 哇塞 是 這個是 所以呢这里呢到处都是非常容易找得到可以免费泡摊的地方 然后就是男生跟女生是分开的 不是回忆哦 好回来了 现在要回住宿的地方吃晚餐 然后晚一点再出来 看看这里有晚上的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好丰盛的晚餐 还有猪肉的小不小不哦 晚上的野色温泉村 有很多小小的酒吧 还有小餐厅 当然也有おみやげ的店哦 听说这家有在卖很好吃的野色菜的馒头 这个我一定要来品尝看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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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位 我们这里面就饭了满满的野色菜 有一点点辣味的 吃 小点心 野生王卷 到处都有月老的神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 祝福你遇到好缘分 欢迎帮我按赞、分享、点阅 チャンネル登録、高評価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